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国机场就落不了飞机了 对 是吧 然后我还说 我上次还跟你说吗 你给我打听去印度了 我给你打听半天 我真是要去印度啊 怎么我要去哪儿哪儿就搞破坏呢 然后印度梦买 叹叹叹叹叹叹 对 这事儿确实很大 你说就十个人 现在公布出来十个人 九个死生一个活的啊 梦买两千万人 搅和了三天 我看那个西方媒体报道 就一开始啊 我看那报道的时候特别逗 说这帮人不是从海上登陆吗 跑过一个就是那个豪华 那地方梦买是很豪华 跑过一个豪华电视院 然后去那个维多利亚 那个那地方去打 打完之后回来 那电视院电影就不放了 你猜得放什么电影呢 放什么呢 叫做那个 007最新的那个 量子威胁 量子威胁 就是这些 这十个人在梦买上演了 三天三夜的大片 你还甭说 印度东方电影之都啊 你现在出事儿 有一个印度官员给撸了吗 就是说他刚出完事儿 他这官员领着他什么 印度保莱坞拍电影的亲戚 跑那酒店 说是马上就准备 选选选景拍电影 结果给撸了 我现在感觉都觉得 有点后怕 因为我就是我工作的研究所 他不是研究 中印美三方比较吗 我们就去了印度了 这是当然是一年多以前的 还真的在梦买 就去了现在被袭击的这个酒店 我们没住在哪儿 那太豪华了 但是我们去了那一代 我爸妈 不知道我爸妈 叫什么什么 太极马哈 太极马哈 酒店是他们当地最豪华的 就是跟盗子游似的去看 确实很豪华 人家周围那个 就那他叫什么凯旋门 还是什么 就是那一代印度之门 也是一个游客云集 很多外国人 然后当然了之后 我们就去参观了这个 一个一个 他们就是贫富非常悬殊 有一个特别大的贫民窟 60%的梦买的居民 都是在类似于贫民窟的 这种地方居住的 所以你可以想见 他这个两个阶层之悬殊 然后我们晚上还有一个项目 是去看保莱坞 然后保莱坞那电影院 你确实也看 就是保莱坞也是拍大片的 都是歌舞生平 全是靓仔美女 就是眼睛不断在吃冰淇淋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一看那周围的观众也都是所谓的印度的新兴中产阶级 全是那种什么海龟啊 什么中产就是做IT的呀 就是那种中年三十多岁的 白骨精 男女夫妻 白骨精 对 所以这社会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他水陆袭击的 我觉得他后来我看到印度这次后续的报道 也有印度的左派就说这个媒体 你看全部集中在那么多的媒体 在报这个太极岭酒店的这个伤亡情况 那你怎么不报那个火车站呢 火车站的伤亡更厉害 而那个是很多普通人上下班 穷人要必须要坐火车 那见人的命就不值钱吗 对 他就是这种就很愤怒 而且你们这个安全部门还是警察还这么无能 这么低效率 这个黑猫警长 我觉得这印度这黑猫真不太靠谱 对 后来他还展示他那个就是 那个那个防弹衣 就是有一种伪劣防弹衣 就被就来回转着弄 就不说别的了 就说防弹衣 说你看我们防弹衣都是伪劣 一打就打穿了 对 他说他说那其中有一个恐怖分子就说他直笑 有一个没死的警官说 当时一看那防弹衣哈哈哈哈就笑 都死了 都打死了 要说咱还是咱中国牛 你知道我在雅州州看上看一新闻 说泰国那边警察 那不是也闹事吗 警察弄出一催泪弹 光炸死一人 炸伤好几百 都说这催泪弹怎么这么厉害 一查中国生产的催泪弹 说已经库存多年了 咱们这个至少不会犯他那错误 只能扩大杀伤力 但是就是我就看他这个 这帮人就你说这十个小伙子啊 我后来看啊 那就是杀一条血路 等于说从国境线 从巴基斯坦出发嘛 说是在海上 在海上先碰着一艘什么托船 上了船就把船员杀了 然后抢着船 留了一个船长 留了一个船长 然后分几条快艇嘛 一上岸 那个边印度边方官嘛 杀几个留一个带路 带到植丁地点 帮击把这人杀了 然后就开始两个人 一个战斗小组嘛 十个人 分布在几个地点 就这么杀 那印度那警察呀 说那警察拿那个枪啊 还是打一发压一个子弹 打一发 还这枪呢 李恩菲尔德步枪 什么叫做 李恩菲尔德 就是一战的时候的 老武器 印度这个枪呢 就是原来印度是 英国当然殖民地 有生产线 留了很多这些老步枪 他新枪没有 印度新枪啊 造的不好 就是97年才印度 自行设计的一型枪 才刚刚装备 特种部队啊 什么的 而且枪特别不好 子弹壳往后弹 还经常伤着手 打几枪的 那个枪管就红 所以说现在 就是他又要 这个从俄罗斯 弄那个 AK47的这个许可证 因为他自己设计啊 这枪从80年就开始弄 折腾了十几年 生产出来 而且出来之后还没有子弹 就是他5.56的 这个弹呢 它是按照北约体制 这个AK47 7.62就是苏联的 就是华约的这套体制 那么他又 又没弹 又从以色列进口了多少弹 5000发子弹 所以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啊 确实把他那层华丽的那些外衣啊 包括他要做金砖四国啊 大国啊 这一次包括印度媒体集中的批评了 这不仅仅是反恐的问题 实际上有点把那窗户连掀开了 干理儿 其实这个吧 倒让我想起来 就网上流传过一个很好笑的 这么一个就是中印两方军队合作演习的 这么一套照片 中国那个呢 就是真的是河江世代 我记得有一照片 就是一个中国的大兵 年轻小伙子赤膊 一块砖 这么一蹲 哪上就是砖末四箭呢 就是中国士兵的头都这么硬 然后剩下印度那个军事演习的那照片 全是什么 就是什么多少人跌了的几层 人墙就是什么 挖着手 跟那个孔介开平一样 跌落汗 或者是什么就是拿那个优感 就是那你知道吗 练鱼加工 都很美 然后穿着一个白衬衫雪白的 或者上树 上树那姿派都跟武姿一样 说怎么这么斯文 然后这中国网民就说 哎呦 印度的士兵真勾魂呢 可是真是上战场一点不定用 你看这报纸上 这后来他们登的哈 我觉得他就当当时这什么状况 说这个黑猫突击队 黑猫突击队是九个半小时之后才到吗 然后说冲进太极马哈酒店的时候 麻烦来了 没有酒店的格局图 分队长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酒店的内部结构 也不知道恐怖分子拿什么样的武器 瞄准着我们 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用炸弹 跟我们同归于尽 最终是一个酒店员工冒死领我们 往里冲 然后说他不停的恐怖分子向我们扫射 然后就遭遇手榴弹 向我们扔手榴弹 当我们准备反击时 他们却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听说是那个 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反恐的警察局长 他们设计他们反恐的这一套措施 是在家看电视看录像都都看傻了 说这本来是应该一个几秒钟之内解决的 这么一个图件 这么多的警察从上边掉下去 慢慢掉掉进以后 我估计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保护安全 保证安全 自身安全 他应该是同时 就跟所有的窗户眼都要冒人一样 哗一下 迅雷不接耳 你就结束 我是觉得看出印度人这个生活节奏是慢 是吧 什么事都是慢动作 这个张老师说这个保来屋 其实中国人也很想 就是印度人怎么 一开始咱们一开始看他的片子还行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进 说他们怎么百看不厌的爱情片 永远是那种电影 我记得 就看这一种 我当年爱看的就是那个 努力努力 全是那种爱情片 就是反正这情节都差不多好了 全一样了 对对对 他百看不厌 一种逃避现实到了极致 就是非常的就是视觉美感 视觉盛宴到真是歌舞升 这个就是宋老师 你说你你是研究军事 我真想网上那帮愤青 不是老在说什么中印之间 迟早必有一战吧 我这么看 是不是这印度这打仗不太不太灵光 对印度就刚才说的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九个小时 这个事按照国际的标准 应该是三十分钟 就这种反恐 三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就他没有展开 你记得如果说记得前两年那个别斯兰事件 是吧 车臣那帮老兵 对 就是车臣那帮的人恐怖分子 比这些年轻孩子的水平要高 因为他们都 俄国人打仗 对他们都跟俄国人在阿富汗战场上打过 他把那个学校给劫持了之后 但是俄国人迅速进去 进去以后马上他有专业的分队 比如说那位部队的阿尔法的 专门是突击用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部队叫信号棋 干什么 切断这个手机 可能给你留一个通道 监听你是吧 结果这个是 这十个人 就是印度这个 按说印度软件什么通讯也还算可以 电脑吗 对 但是他们自己还在那 什么海事微信电话联系着 互相联系着 你去那我去那 就组完全是一电子游戏吧 就是大概十年前左右吧 可能将近十年 美国有一个游戏叫半条命 游戏就是这事打扮 卡机布裤子 蓝色的这个T恤 然后背一个包 用的也是这个 突击 突击步枪和手榴弹 这些孩子你看 就这些年轻人啊 这些恐怖分子 应该说 就是那 我觉得他们就玩那游戏展大的 只不过把这游戏复制在梦马了 他们训练确实都经过这个高科技的 他是在别的地方训练的吗 是吧 从巴基斯坦的基地训练 你确实看他唯一的那个 不是活捉了一个吗 后来发现他进 对他进入那个录像 就是一个孩子 我看也就是十八九岁那样子 完全是小孩 但是特别酷 特别后现代的一种感觉 很难说 他那个视觉 整个就像游戏机里边出现了一个小战士那种感觉 我看见他这个 我当时一下想起我弟弟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记得小孩啊 你知道我们那个小孩 虽然没有什么电子游戏 但是中国老搞这战争片嘛 所有的小孩子 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 脑子里在放电影 就是幻想自己在打仗 我记得有一天 我弟弟放学到门口 我一拉开家门 我弟弟还没敲门的 我一看我弟弟正处于什么状态 我想可能脑子里在想 这些孩子他就是 前一天时候有一个报道 一个小孩连续玩就这种枪击游戏 玩了二十个小时 最后昏过去了 就是他投入到了一种 能着迷着到这种程度 他就不撕茶饭 一直就钻进去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古老的 就是尤其是男孩 从小他有一种释放 这种假想的要征服啊什么 你说他们有了信仰 是吧 对 半条命游戏又给了他们战术 这玩意儿千下无敌啊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瞎想啊 您说这个反恐的这个反应啊 各国它是不是也有些民族性啊 你比如说你看 别斯兰你刚才讲 那你说别斯兰那个算成功吗 但至少你就感觉俄罗斯人 甭管那么多冲 是吧 因为他那个专业在哪呢 就是恐怖分子也很专业 你记得当时有很多画面 炸弹都掉好了 你没有别的办法 他当时他给你提的那个政治条件 你没法接受 因为原来叶利欣接受过 后来败了 普京上来才把车臣打了一顿 把国力占起来 那时候普京是不能退的 普京如果退统一俄罗斯党就完了 你怎么对吧 当然还有在这之前 还有一次那个剧院 你还记得吧 莫斯科有个公文俱乐部 也是想了三天怎么办 那些人 他是那个炸弹绑着人 就是绑在身上和人挨着 最后他想着放毒气 那是普京好像上台以后 第一次就立了威了 对 他放毒气 通过化学武器 当然那个量有的是放的上 或者人的身体 有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就可能有一些人窒息死掉了 但是他确实 就是俄罗斯人 包括有利特维年科 你记得吧 是 对吧 就是说只要是你叛徒也好 你恐怖分子也好 其实当时正和打海盗也是这样 就是一定追得你老窝里把你弄死 对 就只要你是叛徒 或者你杀了我的人 就表示出这样一种决心 感激 这首先是一种原则性的东西 然后接着再是具体的技术 什么东西 我觉得印度这次 当然我今天看报纸说 拨了八百亿卢笔 卢笔 卢笔 这个准备投资了 什么X光机这种东西 但是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松散的状况 这种缺乏这种动员组织能力的这种状况 虽然有一些钱下去之后 还我觉得还很难说 他的这个响应力太差 他这个就是 你看这个 今年夏天的奥运会 也是一个例子 就印度终于在奥运史上 第一次得了一块个人金牌 本来在这之前 以前我就觉得 射击的那个 射击那个 看来打枪也能打准呢 对 是 但是呢 后来他们就说 我有一个印度朋友就说 你看这印度 唯一的一块金牌 获得的还是在一项 完全坐着不用动的一项运动 就是说这个印度是要静 不动 所以呢 但是他因为得了 毕竟得了一项银牌 就是在这个德里啊 什么孟买 都是街上都有狂欢庆祝 所以他还是在意的 这个国家的形象 那以前好像印度人 不在于体育 但是后来 我又跟我们印度的同事 朋友又聊了聊 他们说 没戏 他是一时的动员 觉得哦 一激动 我们也要像中 你看中国这么多金牌 国家支持很重要 政府要什么投降 但是他总是有这么一个 雷声大 有点小 虎头蛇尾 他最后吧 实际上他到后边 他就会发现 政府投不出这个钱外 而且没有商业的这个动力 因为他是那个 我玩那个叫什么 cricket 我突然想不去叫 叫板球 板球 他只有那个是 这个还准备打一场板球 幸好这个英国的球员没去 没去 要不然就给端锅了 幸亏没去 但是就说他只有那个 他有动力 因为看的人多嘛 所以有钱赚 所以他这个举国体制 搞这个体育还是搞不起来 这次反恐我估计一样 他里边已经吵翻天了 对 就是这个说要动员 这个那个说还有好多 反恐局长都被人三枪击毙 你想这是什么情况 就说白了 就是他小脚针鸡 对这一块也不行 对 就是这一块也不行 他就没完成过那样的一个 其实原来就上海 最早的有一个意志片 就是第一部的意志片 叫二亩地 两亩地 两亩地 就反映印度的土改 就是地主怎么 就为了弄这两亩地 最后把这两亩地弄去 给什么当沙场之类的 最后就圈地 小的圈地运动吧 最后还终于把这地给弄了 然后那个背井离乡 那农民就走了 就是他这个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他没有完成这个清算 对封建的这种的 当然还有很多种姓啊 或者咱们说 那种大陆话 说阶级这个矛盾 这个事没有完成过清算 没有完成真正的土改 那他就没有动员力 没有动员力 他就完不成工业化 完不成工业化 他就自己造不了枪 当然他也没有这种响应力 你看咱们就是前三十年啊 刚解放的时候 那不是房间房特 对 那就是来一个生人 都都他有这样的 他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 现在咱们组组织奥运 也后来奥运 也有这套 小脚军机队上去了 对 就奇怪 咱们现在在总结 就是说那种 高度的社会军事化以后的负变 就最后变成一种 比如集权 镇压少数人什么等等 咱们再总结这个 他那边是一个反的问题 他这个松散的 而且他这个长久的 这个种姓遗留下来的 等级问题 没有一场社会革命 来把它拉平 重新开始 所以印度的左翼 和这种低种姓的人 特别向往中国革命 他觉得中国 我们就缺一个毛泽东 我们就缺一中国革命 把我们这个社会的旧制度 彻底打翻 我们才能重新开始 在一个平等的阶段 他其实有很多压抑的 这种愤怒 而且还有一个宗教问题 你看这次这个恐怖期 我就发现 哎呀 我很难想象 就平民 我们要是有一天 在酒店喝茶呢 框就面对这个 发生突突发生争论的 说是这帮这个拿拿着枪的 夸炸16个人 就在就就排列 就准备枪决了 对 然后人群里边有一个人喊 说为什么杀我们 我们什么都没做 这恐怖分子还跟他聊天呢 对 说记得巴布里清真寺吗 对 什么叫巴布里清真寺 我查一下 这当年印度教的人 好像拆毁这个清真寺 对 然后还说记得什么高 高布拉 那是印度的另一个地方 在那也以前也发生过 屠杀什么穆斯林的 对 这种行为 然后呢 这时候一说到这 16个人里有俩人说 说哎呀 我们图是齐的 我们是穆斯林 然后这人还拿那个枪口纸 你们站一边去 对 就放过这两 其他的当当当当当当 他是一个宗教的冲突 你看这些孩子啊 就其实 这个伦敦的这个中东研究所 专门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他在杀人过程当中 他觉得他是完成了一种人生的升华过程 他高尚了一把 他高尚了一把 那么他这种 你他们现在听的那些音乐啊 包括就他们研究 听的那些音乐全是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说唱乐 但是他们唱的是那个 这个这个穆斯林的几个世纪的 这个悲惨的历史 而且那个音乐特别干净 他不用弦乐 他就敲着鼓 唱自己的历史 而且在这个 甚至在美国 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听这种音乐 因为那个商业化的那些特别乱的 对 什么吸毒啊乱交的那种说唱乐 他们不喜欢 特干净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男孩 是华盛顿男孩叫约翰林德 后来他就是因为听了 从小就听这个音乐 他就信了这个伊斯兰教 往上就去了这个阿富汗 当了塔利班 后来二零九一一后 不是美国人打 就把他活捉回来 还还专门就讨论他 就是说他们中产这些家庭 爸爸信基督教 妈妈信佛教 很富裕 还有哥哥 当然他从小就听这个 他就觉得那是一种特别 在这种压抑的一切 以前为这个这种商业环境下 他觉得那是一种高尚 精神奢华 对 这个是要命 就是这些人 他可能那个iPod里后 MP3里放的是这样的一种音乐 然后演绎着是这个 也是很现代化 什么半条命这种电子游戏 对 这个就没法 结合起来 对 你没法去拆解它 对 你看那个电子游戏 你就说的那个叫什么CES是吧 对 就包括你说正在上演的这个新的007 新的007已经出了电子游戏版了 你要去看那电子游戏版 他当然综合了好几个007 里面很多场景 就像那他他是马赫尔那酒店里边的感觉一样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小战士 在那各个豪华的房间之间 在那捉迷藏打打那些富人 是豪华空间的 你说007就相信 你觉得这次英国公主逃过一劫 说安德鲁王子的二女儿 这二女儿挺奇怪的 到处旅游到处玩 刚就住在这太极马哈酒店 然后袭击发生之前 他刚刚退房 没准007给他报信了 刚刚退房 然后就是说一个恐怖分子跟警方枪战 最后中弹就倒在这公主睡过的那张床上 这有一句 箱箱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是不是必有一战了 现在他们这个我发现就是他们孟买在纪念这个一周 死难者一周这个所谓烛光晚会上已经有很多人 呃 人民党那边是国大党在那比较温和的国大党 而这边巴基斯坦呢是更弱的一个 对吧 面挂 对 就是他他他他他突然刚被杀 就是扎尔达里 对扎尔达里 扎尔达里在这件事刚一发生的时候 你猜他第一个表态说的是什么 嗯 说的是巴基斯坦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嗯 他这个话已经预备要打了是吗 他这个话是说给西方人说的 因为当时啊 911的时候啊 刚一发生的时候 当时负责这个呃 就是南亚事务的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 现在很有名叫阿米蒂奇 他当时就说了 说这个拉登就藏在巴基斯坦 如果巴基斯坦不让我们进去 我给你炸回石器时代 然后后来还有以色列的什么这些特种兵 当时说只要巴基斯坦证据一遍 比如布图啊什么 就这个就强硬派上台了 极端势力上台 就穆沙拉夫这么给推翻了政变了嘛 穆斯林政变 我们怎么去抢那些核弹头 包括包括奥巴马也说过嘛 也是在媒体引起大怀啊 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能证实 有恐怖凤子藏在巴基斯坦 我们就要主动去解决他 人家说那你要入侵吗 你知道吗 他这个媒体的放大效应在哪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过去 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个过剩的 这个经济危机 它引发的结果啊 最后都是战争 比如一次学列大态 二次学列大态 现在人家害怕这一次进入危机 要什么L型 最后别从这个火脸子 从这点着 第三次学列大态 南亚地区 先是到中国 因为中国在一个很微妙的中印巴 对 中国是跟印度好啊 还是跟巴基斯坦好啊 这个当然咱们不能在这说 咱们不能 我们在这边 也得它 不然